1912年2月12月 大清宣统三年 龙玉太后代表年仅6岁的宣统皇帝 颁布了亲帝殉位诏书 自始皇帝开始 长达2000多年的分建帝制走到了终点 但这并不意味着 封建皇室就此消失 凭借与袁世凯签订的亲世优待条件 殉位后的宣统皇帝溥仪 在紫禁城内以国中之国的小朝廷行事 苟延残喘了13年 直到1924年 冯玉湘发动首都革命 赶走大总统曹坤 用大炮去谈判 换取溥仪签字 放弃宣统皇帝的称号 自己体面地离开了紫禁城 无论是在紫禁城里 还是后来躲在天津 躲在日本使馆内 溥仪作为一个生活在民国里 没有军队 没有龙椅的逊位皇帝 依然被很多人磕头叫皇上 这其中除了大清的遗老遗少 还有大批民国高官 以及声名赫赫的文化名流 退位后的溥仪 到底还有多少皇权可言 又是哪些人 再给这个幼年退位的退休皇帝磕头 在民国初年错综复杂的局势中 溥仪在各方势力眼中到底是什么 大家好 我是古人UP主席沐鱼 之前收到过很多私信和评论 希望我能聊聊历朝历代的皇帝 但因为皇帝这个工作岗位的复杂性 以及皇权的特殊性 我一直没有动笔 再三思考之后 我决定尝试性地 将一个皇帝拆解成多个维度 用多个视频来解读一个皇帝 本期是关于溥仪的第一期视频 如果大家觉得OK 请多多三连多多关注 让我有继续的动力 根据亲世优待条件 退位后的宣统皇帝 维持皇帝称号 暂居紫禁城 中华民国以对待外国君主之地 对待溥仪 同时每年由民国政府拨款400万 供养训味的亲世 民国建立时 溥仪年仅6岁 清末的两位帝国双臂 亲亲王一匡 在天津租界享受着贪污来的巨大家产 而溥仪的身父 摄政王仔风 则躲在家里高高兴兴地抱孩子看星星 完全没有争权夺利 光复大清的想法 而在紫禁城里 小朝廷的最高权力 掌握在龙玉太后手中 龙玉太后和她的小叔子不同 对大清王在自己手里这件事 一直耿耿于怀 1913年就郁郁而终 此后 小朝廷又陷入了四宫之争 后宫的四个太妃 争抢权力 不过很快 随着溥仪长大 大婚 最终亲政 这位逊位的皇帝 在1918年左右 就成为了紫禁城的真正主人 尽管他的皇权 无法渗透到外界 但清室依然保留了 对圆明园 颐和园 东西陵园 以及大量皇庄的所有权 拥有了地气房器 堆满了几个大仓库 内务府 宗人府 太妙 上司院 武备院等等皇家机构 也全部保留了下来 1914年为了省钱 溥仪曾下令裁撤人员 但裁撤后 吃黄粮的流内官吏 还有700多人 紫禁城里 还养着1500多名太监 退位后的溥仪 虽然无法再统治一个国家 但所拥有的权利与享受 应该还是能调打不少的小国国王 溥仪的堂弟 爱心觉罗普家 曾被帝师 英国人庄世敦选中 去给溥仪当英文伴读 他回忆过自己入宫时候的场景 说 溥仪先下了一道上狱 只派他内庭行走 伴读英文 赏在紫禁城内 起码 每月赏赢80样 接到上狱后 普家的父亲 郡王贤贝勒 爱心觉罗宰涛 连夜叫到他面圣的礼节 第二天 还要带他先进宫 去谢恩 紫禁城里 遍地是护军和太监 宰涛是溥仪的亲叔叔 清末最有权势的宗亲之一 但去见自家侄子 一个退了位的皇帝 依然不容易 天还没亮 宰涛就带着儿子 先去上书房 又到奏事处 见了无数人 过了无数道手续 这才被批准进入养心殿 朝见溥仪 进门 宰涛要先给溥仪贵恩 然后站起来 再下轨 说 奴才带着溥仪 扣谢皇上天恩 说完 摘掉官帽放在地上 咚咚咚磕了三个头 完事后 还要再去后宫 去给四个太妃分别谢恩 这才算彻底完事 走出紫禁城 太阳已经落山 这一年 是1919年 民国的第八个年头 五四运动的浪潮 已经席卷了北京城 而与之一强之隔的紫禁城里 却还保留着 纷炎腐朽的等级制度 当时北京城隍庙里 有个酥燥肉专卖店 常给玉膳房供应 深受溥仪好评 1924年的时候 溥仪顺口一提 这家店的老板 就赶紧将自己的侄子 周金奎 送进了公当差 当了御前外随士 进宫那天 他先到养青店 给大总管邵白鹿磕头拜师 随后 大总管再给溥仪磕头 感谢皇帝送他徒弟 他回忆说 尽管当时小朝廷的财政状况 比较紧张 但溥仪的御膳依然奢侈 每天两顿正餐 每顿御膳房会准备四桌菜 一桌大约二十道菜 山珍海味一应俱全 但这些溥仪通常是不吃的 因为他嫌御膳房做的菜太多 掌握不好火候 所以另外聘请了几个厨师 给他烧菜 周金奎的御前生涯 只持续了半年 某天 他去给溥仪送西瓜 溥仪为了寻开心 突然从背后给了他一掌 周金奎当场摔倒 胳膊和腿都被摔伤 过了几天 溥仪又担心 周金奎被他欺负 会报复他 于是将他赶出了宫 溥仪在紫禁城内 作威作福 这并不是他圈地自盟 与一般太监 外加满清宗亲们 自娱自乐过家家 在紫禁城外 中华民国 半殖民半分建的性质 决定了大清皇帝这个身份 依然影响力巨大 1913年 龙玉太后去世 袁世凯的北洋政府 也派遣了代表团 去给这个死在民国首都的 大清太后送葬 率领这个代表团的 是国务总理赵炳军 赵炳军在大清生活了50年 先后跟随过祖宗堂和李鸿章 官至大清明镇部达成 一进五门 赵炳军就迅速脱掉礼服 换上了清朝的素袍挂 然后毕恭毕敬地行了一整套 三规九寇的大礼 后来继承赵炳军 国务总理位置的尊宝齐 那会儿也在民国代表团里 但他一直穿着西式礼服 没有换清朝朝服 于是被编上几个满清遗老 一同怒斥 前清汉林两顶分 是孙宝齐的老朋友 他上来就问了孙宝齐一句 你是哪国人 这直接问问了孙宝齐 紧接着他又继续说 你事受皇恩 当过大清的官 你今天穿这身衣服 行这样的礼 来见先帝先后 你是个什么东西 孙宝齐面露愧色 不敢抬头 连人说 我不是东西 我不是东西 赵炳军与孙宝齐 都是北洋政府中 绝对的大人物 先后担任过国务总理 但在他们心中 自己虽然是民国高官 但同时也还是大清的奴才 这种心理 在北洋政府内并不少见 他们窃取了辛亥革命的果实 但依然将辛亥革命 看成一场大逆不道的造反 当他们面对紫禁城里的小朝廷 与大清殉帝时 既有愧疚之情 也很害怕背负乱成贼子的骂民 首任民国大总统 后来称帝的袁世凯 是大清覆灭的主要推手 不可能对满清皇室 这样的人不在少数 比如他手下 所谓北洋三杰中的 北洋之龙王世珍 脑袋上的辫子 一直留到了1915年 表示自己要给大清守下三年 后来当上民国总统的冯国章 北洋三杰中的北洋之狗 作为前清禁卫军都统 一辈子都用八旗士兵 做自己的贴身护卫 以示不忘大清恩德 除了北洋军阀 当时的广西都督陆荣庭 作为旧贵系领袖 是民国初年实力派大军阀 到北京来办事的时候 还要特意去紫禁城求见溥仪 顺便给溥仪进攻了一万块大洋 作为回报 溥仪赏了他一个紫禁城骑马 把陆大将军干动得不要不要的 因此袁世凯常常强调 民国的法统 源自龙玉太后的意志 这个民国 不是武昌革命党造反得来的 是大清皇上下旨建立的 自己这个大总统 也是亲弟授以下 从大清的总理达成升级而来的 所以袁世凯当上正式大总统后 还特意给溥仪写信说 感谢龙玉太后的意志 我才能当上临时大总统 现在我已经是正式大总统了 全靠龙玉太后 以及大清皇帝您天下为公 无族人民永远感激你们 袁世凯这种暧昧的态度 给了很多满清已老一种幻想 认为袁大总统是草草 野心大的点 但不会篡汉自立 动不好 时机成熟了 还会还政于皇上 恢复大清江山 直到1916年 这些人才恍然大悟 袁大总统确实赞成帝制 只不过赞成的 不是他爱心觉落家的皇帝 值得一提的是 袁世凯称帝后 清室内务府大臣世叙 等几个比较识实务的人 联名给袁世凯上书 恭喜他称帝 袁世凯极其高兴 翻出他当年签订的 清室优待条件 补了一句说 这玩意儿 将来我要给他写进 中华帝国宪法 袁世凯死后 北洋政府中 还有大批高官与军阀头子 继续与溥仪小朝廷 保持暧昧关系 1917年 张勋帮助溥仪下岗 再就业的行动 就是一次很好的体现 在之前 关于张勋的视频里 我提到过 张勋进京前 与包括冯国璋 段祺瑞在内的 各路军阀领袖 北洋政府高层 开过会 打过招呼 这些人也大多含糊不清地 表示过支持 张勋这才发动了复辟 后来段祺瑞带兵 终结了这场闹剧 给自己刷了个 再造共和之伟人的称号 但他先是纵容张勋 跑到荷兰使馆 接着又反复表示 复辟这少 是张勋一人所为 清廷是被迫的 大家不要去找 宣童皇帝的麻烦 张勋也很快就被特赦 在天津租界 过着幸福快乐的晚年生活 后来 溥仪被冯玉祥 赶出紫禁城 段祺瑞震怒 当着冯玉祥代表的面 一巴掌拍碎了查局 说 优待条件 这是我亲手制定的 怎能被他一手撕破 随后 他又亲自致电秦氏 保证一定会全力 保护亲世的财产 1921年 清廷传出消息 溥仪决定给自己找个皇后 得知消息后 时任民国总统徐世昌 立刻派人进紫禁城提亲 想把女儿嫁给溥仪 过去他当过大清国师 现在还想当大清国障 张作霖得知消息后 也赶紧派人去提亲 要和徐世昌抢生意 但满清宗事 对他们都不屑一顾 说 大清满汉有别 更何况 这是皇帝 怎能娶汉人之女当皇后 溥仪的婚礼 身世浩打 各地满满王宫 吐司贵族 高僧活佛 几百号人赶来京城 要给捐统皇帝庆祝 各国驻华使节 请求参观婚礼 但被清廷拒绝 只允许大婚后 进宫向溥仪祝贺 外国使节庆贺结束后 北洋各级大员 外加各省军阀的代表 一共四十多人 也分别向溥仪祝贺送礼 其中 总统府侍从武官长 英昌 郑白骑满洲人 在前清 已经混到陆军大臣 溥仪婚礼这天 他先穿着一身西式礼服 给溥仪鞠躬 然后跑去隔壁 换了一身满清朝服 说 刚才这个 是代表民国的 现在 奴才代表我自己 给皇上行礼 说完跪在地上 咚咚咚咚 磕起了头 北洋最后一个大军阀 东北王张作霖 和亲家张勋一样 都是起于寒威 所以对大清 更是感情深厚 辛亥革命爆发时 张作霖 只是个巡防营统领 他却联合了33个武将 一起给袁世凯发电报 要武装秦王 如果不允许 那他就自己带着清兵 去跟僧中山满命 命过后 张大帅始终不忘 向溥仪表忠心 1919年 紫禁城突然收到了 一笔巨款 是张作霖 代售东北地区 皇庄的钱 当时各方势力 都在倒卖皇家财产 连清廷的几个太妃 都在偷东西往外卖 张大帅卖皇产 他给溥仪分钱 把宣筒和他爹宰风 感动得热泪盈眶 溥仪被冯玉祥 赶出紫禁城后不久 张作霖率领奉军 进入了沙海关 又赶走了冯玉祥 控制了津津一带 他立刻派人 去请溥仪与他见面 见面之时 溥仪还在犹豫 该如何称呼张作霖 谁想到张作霖扑通跪地 喊了一声 皇上好 喊得溥仪心头一暖 北洋政府高层 以前卿官员 或者文化程度不高的 军阀为主 这些人既不懂什么是革命 也不在乎民主共和 对大清充满怀念 尚且可以用历史局限性来解释 但在中华民国里 抢着韩溥仪皇帝的 还有很多新文化的名流 民国文化界里 心怀大清的不少 这其中对大清爱得最深沉的 当然是孤鸿鸣 除了他以外 还有很多文人 怀念大清的统治 比如与袁复 在翻译上齐名的林书 林秦南 就经常念叨说 民国乱造造的 还是大清好 他在《魏卢失存》写的序言 就能很好地展示 他对大清与民国的看法 他说 十年九月 革命军期 皇帝让真 十年来 每况愈下 不知所穷 该非王国不知 年轻文人中 心怀大清的也不少 比如殉亲儿子的王国威 大清覆灭的那年 他年仅34岁 远远还没到思维固化的年纪 王国威 很早就接触过 梁启超的作品 支持过戊虚变法 还去过日本留学 但清帝殉尉 对王国威来说 是五雷红饼 终日以泪洗面 1924年 溥宜被驱逐出紫禁城时 他就打算过自杀 1926年 王国威长子病逝 又给了他沉重一击 于是1927年6月27日 王国威跟同事借了5块钱 打车去颐和园 吸了一根烟后 纵身跳进了昆明湖 年仅49岁 留下的遗书中写着 五十之年只欠一死 经此事变 一污再入 溥宜非常感动 下定分上了王国威家人 并刺了一个中确的嗜好 如果说 王国威作为一个旧文人 对大清有感情 尚且可以理解 那么 某刘美博士 跑进紫禁城 朝见皇帝这件事 就显得非常粉刺 1922年 溥宜不顾他爹反对 执意在紫禁城里 装了个电话 出于好奇 溥宜对着电话本随缘拨号 先后打给了金具大师杨小楼 杂气演员许狗子等人 庄士敦曾给溥宜介绍过胡适 说他留过杨思想心仇 于是溥宜又给胡适打了个电话 说 我 宣童 你 进宫 给我瞧瞧 于是胡适就跑进了宫 虽然没给溥宜磕头 但高高兴兴地喊了一声皇上 新文化运动主将 竟紫禁城面圣喊皇上 消息一出 批评声铺天盖地 九年后 申报说胡适获得了蒋介石的召见 鲁迅先生立刻写了文章 还不忘把这件事拿出来嘲讽胡适 事后 胡适反复解释说 这就是个很随意的事情 是一个无聊的少年 与一个无聊的中年人的见面 但根据庄士敦的回忆 胡适进宫前 特意去找了他 请教见皇帝的礼仪 事后 又给他写信 说能够亲眼看见皇帝 这让他深受感动 为了纪念这件事 胡适还写了一首诗 收录于他自己的诗集中 为了防止读者不知道 这写的是溥仪 他还特意在底下加了个注释 这怎么看也不算随意 后来溥仪被驱逐出宫 胡适作为段祺瑞任命的 善后委员会委员 气急败坏 声称 虽然我不赞同亲事保留帝号 但亲事优待条件 乃是一种国际的信誉 条约可以修正 可以废止 但堂堂的民国 欺人之弱 衬人之丧 以暴行强制 这真是民国史上 一件最不名誉的事情 胡适虽然说 他也不赞成保留帝号 也认为亲事优待条件 可以修正废除 他只是反对暴力驱逐不一 但他这种想法的本质 就是认为民国的建立 是大清的施舍 是大清身仁厚责的结果 并非革命胜利的成果 因此 对待亲事要心存改机 不能欺负他们 还要将他们作为外国君主 要毕恭毕敬地供养着 而他满口信义 满口条约 却丝毫没想到 1917年 溥仪在张勋的帮助下 高高兴兴地实现了退休反聘 这种行为 早就严重违背了亲事优待条件 此后 溥仪还能在紫禁城里 多当亲娘皇帝 这已经是北洋政府的施舍 突然又把胡博士拿出来说事 并不是想嘲讽他 而是想借此说明 辛亥革命建立了一个民国 推翻掉了龙翼上的皇帝 但革命并不彻底 政治上 不但将紫禁城 留给了溥仪小朝廷 在各地保留了一大群王爷 分建特权依然稳定 在文化上 也远远没能推翻掉 人们心中的皇帝权威 在半殖民 半分建的中华民国 还有很多人 既不理解民主与共和是什么意思 也不相信皇帝 是真的再也回不来了 而像胡氏这样 留学过美国的新文化先锋 不会真的希望地质恢复 但还是认为 能够获得溥仪接见 这是一个极度光荣的事情 得益于亲世优待条件 以及张勋张作霖 胡氏这些人对他的尊崇 溥仪在很长时间里 依然维持了一个九五之尊的排长 但这些疑点 本来是皇帝对外渲染权威的方式 但在大秦覆灭后 却成为了溥仪自我催眠的手段 这些人的磕头与马屁 让溥仪相信 自己还是那个天命之子 是九五之尊 于是最终选择与日本合作 建立了维满洲国 把自己从一个殉底 变成了一个伪帝 最终成为了新中国的战犯 而这些拍溥仪马屁的人里 还有很大一部分 接近溥仪就纯粹 是利用他迫切想要再就业的心态 来骗走他手中的钱 希望大家多多关注 点赞过两万 我就来聊聊溥仪的被骗前世 感谢观看